卖力的宅歌宅舞展现非凡歌喉 这里不是夜店,也不是酒吧 而是草屯镇老人会长期开放的娱乐室 桌球在球桌上来来回回 里头聚集许多桌球好手 今年69岁的李中山先生 因为对桌球十分爱好 且平时热心指导长者们许多桌球技巧 所以大家给了他桌球教练的封号 设置这个桌球是给老人来做运动 是一个非常适合老人的一种休闲活动 确实是可以给老人一个增加一些活力 还有延缓他老化的这个速度 老人会所提供的娱乐设施 使得长者们有良好的休闲娱乐中心 每个会员都沾不绝口 运动这些休闲我感觉做得真的好 如果这一会完三会 不是我们也可以来 像说来这里做一个五六活动 所以说老人会对老人这些休闲的活动 我感觉都做得真的好 我们老人就是说一定要运动 要活着要动 你比如说有个人到岁跟我们 可以看保证或是没有那种 一定来这里跳舞 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帮助 再来一部分 如果医疗的部分 可以选到运动 可以吃油 老人会会长林郑中表示 老人会正在筹划新建大楼 提供更多老人福利工作 但在发包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希望商工单位能够给予更多的帮助及关切 日前照顾 日前照顾目前是要够更困难 要先来办这个送餐 给我们这些老人吃 比如说家里都没有少年人在家 如果老人在家里 我们可以送餐给他们吃 客家是说他有方便出来 自己来回你吃 如果像这种情况之后 办下去 对老人真有帮助 现在就是说 有困难的就是说 会罐发包后 发包裂到人 包厂倒去 然后直接拖到木权 会你 又会不会去好 草屯老人会所提供许多草屯镇老人福利工作 在长者们心中 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娱乐场所 民意新闻 曾伟祥 草屯采访报导